如果你真够爱他真的可以为他牺牲 如果你真够爱他也可以为他牺牲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里面有很多事特别有意思 我强求一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一个结果 我双方都做出牺牲的时候 反而这件事情最终有一个结果了 因为那个时候对方真的感受到你爱了 我们刚才有一对年轻人 大学里的恋情 是因为这对年轻人同样热爱公义 都喜欢帮助那些被人遗弃和伤害的流浪的动物 所以他们走在一起 他们相爱了 可是当他们真的想往前迈进一步的时候 他们突然发现这个共同的爱好和兴趣点变了 因为有人想把他当成一辈子的一个事业做 而另一个人仅仅把他当成生活的一个元素来做 所以就冲突了 结婚之后其实还是独立的两个人 每个人应该有每个人发展的一个空间和环境 要做自己的事情 千万不要强求 另一个婚姻当中的人和自己完全是一样的 这世界哪有完全一样的两个人啊 因此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我倒觉得你们也不要互相试探了 如果你们要真爱的话 就把你们自己的最终那张底牌给打出来 你们想干嘛 说给对方听就好了 就像刚才上一队嘉宾一样 我不再勉强了吗 我看了 我陪伴了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你们开诚不公地去谈 去发现在曾经的恋爱过程当中 彼此做得不太好 不是对方 而是自己做得不太好的那一部分 说给对方听 我想这才是今天你们来到这个爱的正能量能够得到的 也不是说我不想跟你回路 只不过我现在目前睡的仲仙是在成都那边呢 我们可不可以商量一下这东西 可能我需要更多的时间考虑一下 那好吧 我也明白你意思 女生的意思是要再考虑是吧 男生说明白她的意思了 对 我 可能还是需要让彼此多点时间能见到 今天在这个现场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给彼此空间和时间 而不是那么紧地去逼着对方 对吧 行了 来吧 严老师 讲了一段那个惊婚的故事 你送礼物给他们吧 让他们把这个故事带回去吧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